现在正值铜花盛开季节 担心人潮聚集会被传染肺炎的话 不妨前往郊外踏青赏花 让身心可以愉快健康 接下来有俗诚表示说 在吉安乡境内有不少的赏花步道还有秘境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欣赏体验 每年4月份由铜花陆续盛开 雪花般的景象让人身心愉悦 在防疫紧张的气氛中 不妨前往郊区户外走走 吉安乡的游书则表示 吉安乡境内有不少赏花步道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体验 今天来到我们的林务局南华工作站 看到238颗这么多的童花即将盛开 非常的欣喜 当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带着自己的家人能够分流来赏花 除了我们南华的一个工作站以外 在我们吉安乡的中原排水 也有四十几颗的油桶花即将盛开 在我们的白云步道 风陵步道紧接着也会陆续来盛开之外 我们除了远离城销的这一些风陵 跟我们的这个树木的林荫大道以外 在我们的市区 还有我们黄温市场前 我们的浩克广场 以及我们客家事务所的这个公园 也就是我们中正路二段的这个廊道里面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油桶花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在我们疫情紧张的时刻里面 能够来吸收多一点的芬多金 来让我们幸福快乐的油桶花 绽放在每一个人的心田 欢迎大家一起来吉安赏花 清明假期不妨走进山林步道 远离人群 呼吸森林芬多金 来欣赏美丽桶花 舒缓省心压力 借旅会前相报导